大家好,刚才我在翻那个后台弹幕的时候呢,我看到有个人给我那个海运的那个视频里边留了个言,啊不是留言,就是飘了一条弹幕,就说威迪文这个列笔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,这个笔也没有多金贵,他是这么说的,这个列笔帽这个问题吧,其实他威迪文笔帽是金属的,这个不觉得这个说法哪里不对吗? 这个海运作为一个金属的笔,如果他都列了的话,那好像有哪里怪怪的,总之呢,这个说到列笔帽呢,我在这先闲谈一嘴啊,这个这个世界上列掉的笔帽,80%都是你自己猜的,或者是大力出击击扭的,剩下的15%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些操作不当,比方说大冬天的东北室内30度,室外零下30度,你带着钢笔出门,嘎呗他就猜了,这种情况,当然也有部分是质量问题导致的, 重点,我突然拍这个视频的重点是什么,在于后半部分,他到底有多金贵,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有多金贵啊,我意思是指威迪文,他是个白菜呀,你看同样这块三款笔都是千元价位的,虽然这个稍微贵点,意大利系的,日系的,法国笔,美国出身的法国笔, 这三个笔来看,缩链缩链,技术 当然这个我之前也说了,你这个笔吧,它的模仿是挺高的,但是它的物工,就是这个物理攻击抵抗能力几乎为零,如果说大家是本着想要扛翠,来作为这个选择标准的话,那么你只能找战术笔了,那是你唯一的选择, 哦,对,我为什么今天要拍这个视频呢,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千元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,一千块钱到底能干什么呢,它到底是不是白菜呢,不要看它一千块钱觉得,哇,这么贵,四位数呢,我刚刚还迅速的录了一些东西,看,我们来进行一些,这个详细的详解,分析一千块钱,对于我来说的概念, 好,哎呀,笔呢,就你了,我看一下,好,大白菜,我们这儿的价格大概是一块五一斤,豆腐,我们这儿的价格大概是两块钱一块,羊肉,我这儿楼下想败富是三十块钱,三百克,鸡蛋,鸡蛋价格比较零三,四十五,算它一块钱吧,带着什么油盐酱醋调配料啥的,麻酱, 如果你用的芝麻酱的话,大概是一块多一点,分给鸡蛋让它担一担,这样算下来的话,也就是说我每天吃饭,至少要花三十五块五,那么一千块钱除以三十五块五,也就是二十八点儿几,也就是说我一根海韵,还不够我吃一个月,只能够我吃一个二月,冬天的时候对我这种火锅狂魔来说,它连我一个冬天都吃不到,我一个冬天要吃三根海韵, 所以说大家对千元笔的这个概念,应该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了,那千元笔就是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吃